你的女儿去北京读书 去国外读书 你妈妈不放心 长得漂亮 性感 哎呦 被欺负怎么办 那很简单 买一件女人漂亮的衣服 最好你女儿亲自买 供养在观音菩萨面前 然后再把这个衣服 送给贫穷人 你女儿的身体 永远不会被男人欺负 这方法很简单 还有一个各位要记哦 这里面都有写 你的爸爸最近身体不好 一直生病 什么方法最快 把你爸爸的衣服洗干净 送给其他的老人院的衣服穿 他穿了以后这个老人舒服 所以你爸爸的身体就舒服 这就是缅甸佛教 按照因果跟佛的力量改变命运 这非常简单 再注意听哦 你怕你的老公有外遇 跟别的女人睡觉 怎么办 我讲的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要他们去问了 缅甸老二上眼睛一开 说什么 送枕头给出家人睡 你老公就不会跟别的女人睡 有没有道理 非常符合道理 那有一位菩萨说腰酸被痛 打针吃药都没用 老二上也是说 送枕头给出家人睡 出家人一睡好睡 你就不会腰酸被痛 这叫三宝利加持 那这里面很简单 不花半毛钱 很简单 所以如何帮被关在监狱的人提早出狱 送他的旧鞋子 送给别人穿 他就提早出来了 就很简单 那你家里老人家死了 他就发觉好像他没有超度 平常在家里闻到他的味道 怎么办 赶快把他老人家穿的衣服 全部把他送掉 送掉或是烧掉都没关系 他就不会回来了 这就是缅甸一千多年来 不变的佛法的文化 非常管用 你希望 你希望你老公生意更好 不露财 共香蕉在佛前 你经常头痛 共爷子在佛前 你经常膝盖痠痛 很简单 用一块布 晒太阳 那个热热的力量 放在你膝盖阴湿的地方 痛的地方 放下去 那个阴气就不见了 再抹上麻油或蜂蜜 就不会痛 回去试试看 太阳的力量怎么不重要 所以医生讲的也没错啊 这个钙流失啊 关节研究是没晒太阳 多晒太阳就不会 就不用吃钙片 对不对 所以直接 所以缅甸佛教我一直研究 哎呦 这个还有道理的 所以我 我这一些写出来的 都是已经得到证明的 讲的都不是问题 真正有人生这个病 有这个困难 去找老和尚 老和尚跟他讲 然后我就 等了一段时间 他说 真的有用 我才把它写出来 这是不是宝贝啊 太重要 太重要 所以明天 各位女生 赶快送枕头来 保证不腰酸被痛 老公没坏语 还有老人家 躺在老人院 两年都不往生 很痛苦 怎么办 为了帮植物人 拖很久了 那你要供养糯米饭 供在佛前 那他就可以提早舍保 你会说太简单了吧 你试试看就知道 所以缅甸佛教也传流了 这些这么好的方法 那忧郁症怎么办 你开始觉得你有忧郁症 比较轻微的 在佛前供水 这个水供完拿下来 吸三下 然后把这个水洗洗自己的脸 那忧郁症就会减低 还有请注意听哦 你去医院啊 殡仪馆 去某个地方回来 好像觉得被鬼冲到 不是生病 突然身体没力 突然感冒 好像被鬼冲到 怎么办 最快的 用清净的水 或是供佛的水都可以 马上吸鼻子呛一下 然后那个众生就跑掉了 在鼻子吸一下 咳咳一下 然后就跑掉了 如果你不管这个事情 三天以后你就发烧 躺下来 侵入你身体你就完了 那这一本里面啊 总共有一两百条 很重要的 那希望大家都学习 好不好啊 为什么 那你要一直练习 以后各种状况 你马上就 就会背出来 马上就帮助对吧 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人嘛 这家公司快倒了 怎么办让公司发财 我这个要学 老老上说 用稻米的壳 里面没有米的壳 用玻璃瓶装好 一瓶满满的 塞在公司的柜子里面 它就会慢慢发财 如果要快一点 门口又塞两个镜子 就是 在公司的门口放两个镜子 朝外 那这样 里面内部没问题 可以招财 还要更快一点 老老上说 那你就挂一个金帆 两面镜子的上面 又可以挂这个金帆 所以各位这种金帆 各位可以请啊 五个颜色一排 就挂在公司的门口 飘啊飘啊飘啊 就叫招财翻 这个就是佛法 你不能说 老和尚管人家发财干嘛 那你这个叫法质吧 太固执了 利益众生的方法 通通要学 所以来 一心鼎礼 缅甸佛教 我想 各地方的佛教 都一样 所以我12月初 还要去泰国参访 西松 一月初 我在缅甸 要参访15天 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给大家学回来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依什么 什么时候 帮助什么 那这个非常好 所以 那各位 你看了就会 那你就去做就好了 好不好 没有了再讲一下 但是各位 你如果用过了 觉得 真的很有感应 赶快告诉别人 好不好 登报纸告诉别人 有言你就用 透过网路 告诉别人 所以 还有一个 有一对年轻的 一个小女生 问老婆上 我男朋友经常跟我吵架 我很爱她 她跟我吵架 怎么办 那老婆上说 很简单 礼拜三 白色的糖供在福田 两个就不会吵架 给佛吃糖 嘴巴甜 所以用白糖供佛不吵架 那如果 别人是故意吵架 骂你的 你不希望他骂你 那你要用加糖的水 撒在外面 给孤魂野鬼 然后家里就没有口舌之宅 还有 你希望你这个家庭 大家都不吵架 又发财 老婆上说 种一颗甘蔗在家里 多加水 加水代表发财 甘蔗代表不吵架 这很简单吧 所以我想 那各位 你这边不能种甘蔗 那你就委托我 我帮你种在台湾就好了 热的地方 头痛 中风 要开刀 怕头开刀 头痛 种两颗椰子在寺庙 椰子嘛 头硬嘛 种椰子在寺庙 头不会痛 那你说 北方不好种 那你委托我 或是我们战日法师 在马来西亚护生园 你要种一百颗 随便你种 种给人家 希望大家不要头痛 所以 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是佛法 你不能说 这是南传佛教 这不是我们中国佛教 不能这么说 这样说就是固执了 就是一种法质 不好 所以重不重要 各位要看 好 快念完了 所以顺便 因为讲到要事法门 大家要了解 所以 印好了 腼腆穿动佛教文化 我们现在还翻成英文 也正在翻成韩文 翻成世界的语言 推出去 有缘的 反正这也没什么迷信 也没什么花钱 你就做做看就知道了 就能够改变 但是我还在收集问题 因为 只要有人 我都带他们去问老和尚 真实的问题 老和尚讲出来的 按照缅甸佛教 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会收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也希望 每个人都真实上品上身 而且这一辈子一点都不浪费的 累积功德 达到最高的十地菩萨 十地菩萨就 就准备做佛了 十地菩萨再上去就是弥勒菩萨 叫补促菩萨了 所以希望各位要精进 你说 很难修耶 不会啊 观音菩萨在阴地 听了清净诸如来 念大悲众 哇 他发起菩提心 从出地到八地 顿超八地 所以我想你真实发菩提心 愿意去承担 虽然我们能力有限 但是各位心力无限 经过医院 祈愿所有医院 真心的祈愿 愿他们早脱离病苦 这个最重要 早上睡醒 看到太阳要拍什么 拍天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太阳菩萨 枯照大地 大家发财 你真的相信了 那个地方就OK了 所以各位 对天 对地 对海 我们都祈愿 看到大海 哦 那么宝济如来 所有海上船只 无有灾难 所有海内众生 安详天年 将来离苦升天 那么宝济如来 你要这样祈愿 那真实这样祈愿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每天不管你在哪里修行 最后 来 以此功德 回向大药王室 普度殿内外 有情众生 往生净土 好不好 拜托一点点功德啊 你要把自己走到哪里 那个地方都成为你的责任区 永远不要忘了它 我想你生十个儿子 你会每个都看得很紧的 那作为一个菩萨 你每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成为你的慈悲的责任区 所以你所做的功德 要一直回向大药王室的每一尊佛菩萨 因为人家来大药王室 一拜佛菩萨 都得到你的功德 所以愿于所修诸功德 西街供养三宝尊 全世界的佛像 佛塔 佛经 都有你的功德 因为你在家里念阿弥陀佛 放生点灯 都融入在所有世界的三宝的形象上面 也供养了诸佛菩萨 然后所以你在这边放生 虽然你先生很讨厌放生 但是你先生很喜欢拜观音菩萨 但是你放完生的功德 供养三宝尊 所以你先生在拜观音菩萨 就得到你放生的功德 这样了解吗 因为我们要 要对所有菩萨供养 也对所有灾难 升起慈悲心 所以愿大家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要追求上品上升 好不好 那上品上升就要这样发愿 随喜功德精进 希望这辈子自己 长寿无并开智慧 所以大家真心的发愿 也带着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一起发愿 来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12月24号星期日 至1月1号星期一 马来西亚红发行程 12月29号星期五 上午时一点 马来西亚九栋老人院 老人院派红包 及简短开市 下午四点 霹雳观音动 放声火供 点灯与要供法会 12月30号星期六 上午时点 马来西亚 曼容静宗学会礼堂 火法开市 即慈悲师时超度法会 及码头放声 12月31号星期日 念贤节千佛 持债储罪一千节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淘法师生命基金会 岁末祈福超度大法会 1月1号星期一 念阿弥陀佛 持债储罪两百节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淘生命基金会 极乐净土 上供下师大法会 1月4号星期四 至1月5号星期五 澳门红法行程 1月4号星期四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战处最久时节 观世音菩萨书 圣公得日 善喜余额行程 一百万倍 上午八点半 澳门第好酒店会议厅 四楼 八观灾界法会 1月5号星期五 日光菩萨圣诞 酒莲菩萨圣诞 上午十点 澳门路环码头放声 1月6号星期六 至1月9号星期二 香港红法行程 1月6号星期六 上午十点 香港幽坛委 上竹为真善路 点灯 要供 祭慈悲诗时法会 1月7号星期日 地藏菩萨书圣公得日 善喜余额行程一亿倍 上午九点半 至下午两点半 香港北角洋子金码头 海上放声 1月9号星期二 念卢社纳佛 大士至菩萨 此在处罪一千节 章心大地圣诞 下午两点半 香港北角城树渠大礼堂 慈悲与智慧心灵讲座 一五十一号星期日 电话生台书 书圣公得日 三行赶欧行 三十万倍 晚上七点 新店台面港等 乎乞港者 小林